大家好,這裡是美眉物語 這部影片要來分享暗喻幻想全追隨者的解鎖條件 和我一週末全追隨者和王之資質滿等的心得 追隨者總共整理了全部14位的角色 RANK1到8的前置需求 例如要幾月幾號之後王之資質要多少 或是限定中午夜間還是在鐵站居上都有詳細解說 並製作成了表格方面大家查閱 這個表格的連結也會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有需要的可以隨時查看 有錯誤也歡迎留言提醒我做修改哦 另外追隨者劇情的對話實相 因為只會影響MAG獲得量 就算選對了MAG也是超級少 所以大家就盡量選擇自己想看的對話選項就好囉 話說這次沒有戀愛劇情真的好可惜啊 好多可愛的女角色 但沒有關係 因為在紅心流官網上可以買到全新推出的初戀之星 這款產品外觀設計非常的擬真 每個細節都還原了石川裡的特徵 而石川本人就在你身邊一樣 而內部構造的設計以初戀作為題材 注重在仿佛第一次的緊實感以及獨特的擬人感 就像是真人的肌膚一樣讓你欲罷不能 產品還包含了印刷版的簽名卡專收藏 無論是實用性或者收藏性都兼具哦 除了初戀之星之外 還有一個超強的產品大白砂 產品採用脈衝技術 並將馬達置於前端 利用類似氣氛的結構傳到震動 以超高速來刺激目標 感受強度達到一般產品的5-6倍 可以說是又舒服又省時 據說這項技術原本是用於醫療領域 幫助有障礙者重振雄風 讓無管的人也能有感 後來就變成群群靈的神器啦 女生們先別走開 紅心牛裡也有適合我們的產品 S-Zone小鮮果專為亞洲女生設計 不要擔心指責的問題 軟體工學的設計讓你不自覺包覆 而且基本上聽不到馬達聲 卻同時擁有強力的正感 另外還有海嘯大師為脈衝按摩棒 同樣專為亞洲女生設計 可完整設計讓你內外同時刺激 和傳統脈衝比起來接觸面更大 也更加舒服哦 現在就輸入美美物語的專屬優惠碼 MM300就能限制300元 此外只要再購買一個初戀之星 還可想抽十川本人親筆簽名加親自存意的相框 抽獎詳情請看資訊欄哦 首先分享一下一周目全追隨著滿等的心得 時間算是蠻充裕的 全部人都rank battle 離遊戲結束還有整整15天的自由時間 而且我也不算說時間安排的很有效率 前期追隨著等級也有小卡一下 浪費了一點時間 所以說如果想要一周目全追隨著滿等 不用太擔心時間不夠的問題 只要一有人可以講話可以升級rank 就立刻花時間去找他 想到直到沒有人可以講話後 剩餘時間再去解其他資訊任務 或是提升追隨著要求的王之資質等級 前期要特別注意的是 那些限定在鐵站區上的角色對話 因為有些追隨著解鎖條件 是只有在解資訊任務做鐵站區時 才可以和他對話升級rank的 例如猴根堡就超愛在車上對話 他的rank3 5 6 8都是在車上才能解鎖升級 我自己前期在玩時就是沒有先把猴根堡升到rank2 然後已經把做鐵站區的支線任務都做完了 讓他在前期卡rank2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玩到下一個城鎖的支線 才在車上把他升級到rank3 所以說在鐵站區上一旦有追隨著可以升級 基本上優先級是超級高的 不要管看書掉魚了 先去和夥伴提升追隨著等級 因為前期做鐵站區的時間很有限 不把握機會的話可能會卡在某一個rank卡很久哦 另外摩爾追隨著也建議可以先看一下全部的解鎖條件 因為他都是看圓形的進修狀況 如果紀念值夠多的話 理論上非常早的時間就可以rank8了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 有要求施療師10等、商人15等和將軍15等 所以說這三個圓形遲早要練的 前期拿到商人和軍師的時候 不妨可以先開始練等 才能蓄身的升級摩爾的rank等級哦 再來是王之資質的升級心得 前期因為有些追隨者 限定要多少的王之資質才能解鎖 如果想要很深長的玩過去的話 建議先升劍士等級2 解鎖布里吉塔的rank1 以及想像力到達等級2 解鎖亞龍佐的rank1和包容力等級2 解鎖瑪莉亞的rank2 這三個點是我個人覺得前期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 因此建議可以優先把劍士、想像力和包容力升到2等 會玩的比較順哦 而其他的王之資質就比較看個人 建議平衡發展就好 很多王之資質都是透過完成任務或是劇情自動獲得 所以說不需要特別練哪一個 但如果還是想要一個精確的優先及順序的話 更能推薦王之資質的優先順序 依序是優先提升包容力、說服力、想像力 最後是劍士和勇氣 包容力和說服力是我後期比較缺的 還花時間特別升級了一下 也是最後升滿了兩個資質 而勇氣是嚴重溢出太多 早早就等級5 因為超多任務和競技場都是加勇氣的 所以說勇氣沒事千萬不要練太多哦 不過前期不建議花太多時間在升級王之資質 真的沒事做再練就好 因為王之資質越後期加的越多 前期練一次就加3加4 後期能一次加到7都是花一樣的時間 但加的數值卻差很多 所以前期間有時間有條件 就先提升追隨者等級 王之資質後期再練就好 這樣效益最高哦 最後是分享追隨者 哪些人的rank是值得優先升級的 首先前期最強最推薦優先升級的追隨者 就是瑪莉亞 因為她4等的時候 可以學到提升戰鬥結束獲得經驗 以及做料理不消耗時間 這兩個被動都超級OP 而且瑪莉亞的升級條件很簡單哦 只需要注意先把包容力升到2等 之後白天的時候有或長她講話 就能一直升到4等了 另外注意瑪莉亞7等的時候 還能再度提升戰鬥獲得經驗 談掉理數2加1 所以說玩到後期時 如果包容力快等級4了 你可以先把瑪莉亞升到rank7哦 中期玩到珠娜加入隊伍時 也建議優先升級到rank2 因為可以在每回合結束戰鬥時恢復MP 大大減少探秘攻圈魔力的問題 還有珠娜的rank8能再度提升MP恢復量 算是個很好用的被動能力 最後另一個推薦優先升級的是亞龍佐 她rank7的時候不只有所有小怪的弱點全開 晚上才建議的黑暗魔法管會解鎖新的商品 其中有一個是理論家手冊 效果為統合技消耗的追隨圖式解音 另一個是迴避之界 迴避攻擊時消耗掉敵人的所有追隨圖式 這兩個飾品都是超級OP的 直接改變遊戲玩法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理論家手冊 全員帶傷後一直放統合技一直爽 越早解鎖就能越早拿到這兩個裝備 不過亞龍佐需要勇氣等級5滿等 要到很後期才能解鎖 建議透過打競技場來提升勇氣 還能順便拿強力裝備 效益會比較高喔 而其他的追隨則就差不多了 沒什麼特別強的 看狀況順便升級就好 只要看自己隊友中 有哪些原型想要優先換成中高階的 例如斯特羅爾Rig3的時候 想解鎖劍術大師原型 Rig70就能解鎖武士原型 他應該是最早能拿到高階原型的隊友 想優先換上武士原型的話 就優先把他升級到Rig17 其他的隊友也是同理喔 那以上就是愛運幻想的追隨者公用了喔 如果追求影片出貨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 就會出更多愛運幻想的內容喔 影片掰掰